生活水平与财富分派逐步拉开距离的现实 也许让群二代有理由去羡慕甚至嫉妒仇恨那些富二代们 跌强而不弱 跌弱则而不强 已经快成为了一个社会公理 略据类似玩笑的话 龙生龙 凤生凤 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在如今社会中挂出了一个莫大的讽刺 对缺乏资源就要直面艰辛的现实 十二代之谱 谁来秦重 我说这个社会不公是指什么意思呢 比方说我们都憎恨贫富差距过大 说中国有仇富现象 有的人说那仇富不应该 人家富人是通过合理合法的途径 赚了这些财富的 我们不否认有相当多的富人是这样 可是也有相当一部分富人 他们来钱不是好的 他这钱来的不干净 那么他发家的时候 往往不是用个人能力的突出 而是他拽出了一种人脉资源 就我们说有个好爹 可能他拥有了好的人们 拥有了跟权力更进一步的这样的关系 你看咱们中国香港 贫富差距 有个社会学家调查发现的 比这个内地者 社会贫富差距还要大 但是香港人的好多人 不不愿才有人 为什么呢 比方说李嘉诚比我有钱 我认的 对吧 我没有李嘉诚能耐大 我这能耐没他大 那我就开个小商店 我挣这一块钱就行了 人家李嘉诚有本事 人家赚钱 他认为这种贫富差距是合理的 那么为什么 我们现今的社会 有时候仇富现象很严重呢 那是由于贫富差距不合理 比方说 我和另外一个有钱人 其实我就 你看他没有我这两下 他不是有个好爹吗 哎 你一这么想 往往你心里就有股不平之气 所以这股气一发散 就是我们社会的一种仇富心态 因为他获得财富 并不是靠他的真财实学 而靠其他一些不合理不合法的东西 或者说先篇的东西 就是因为他有个好爹 如今 有多的贫富阶层 已经成为一种不化状态 穷人要想跨到富人的世界 难度指高 穷人们离富人的圈子越来越远 所以说是高不可寒 各种资源不倾向于穷人 而使得穷人们致富 需要富足的更多 某次发现的贫富分歧 也就越来越明显 社会共识越来越死 基本呈现出对立的状态 中国当今社会 贫富阶层出现了一种固化现象 就是有钱的越有钱 没钱的越没钱 我们曾经科学界管的叫马太效应 其实我们现在说的事就是 皮肤阶层已经固化 就是贫到负 这种流动 很少见 你很难见一个一穷二白的人 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他就成为了一个富人 这个机会在我们社会过去有 我记得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我身边就有这样子说 穿着五万块钱上海南 最后干啥了 可是这些年你琢磨琢磨 致富的门槛是越来越高 当年我说那位朋友 五万块钱到海南干房地产 现在你拿五万块钱干房地产 你拿五百万五千万 你都不一定能做得起来 有个说这个富的门槛是越来越高 而且富人和富人联络越来越多 穷人缺少这样的资源 这种情况呢 我们思情相识 在南美的发展过程当中 巴西阿根廷发展都有过这种情况 就比方说这个社会 有钱有权的人联系在一块的 比方说 我手里掌握着权力 比方我是政府官员 那好你是律师 好 那么我通过咱俩之间交往 我又占据了法律的强势 那么这个律师呢 肯定跟另一个商人交往 又占据了金钱上的强势 这个商人和政府官员往来 又占据了权力上的强势 他们结成了一个网 而群人没有资源 没有门槛的 是很难进到这网里边 也很难往上方社会流动 所以这样一种情况 在当前中国已经出现了这种 贫富差距很大的苗头 那么这个时候苗头一个突出特征是什么呢 就是贫富之间出现了截然对立 比方说我举个六 大家上网 你有时候会发现 假如某个人 是我们想象中的精英 强势群体 他不论说什么 在网上有些跟贴的弱势群体 都是骂成一片 不对不对不对 就是好就是不好就是不好 因为这种骂 这种骂都已经超越了理性的范肘 它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贫富之间能达成的社会故事 越来越少 甚至这种故事有破裂的危险 贫二代和富二代比起来 没有背景 没有关系 这样的社会壁垒 导致了两个阶层的固化 以前社会成员 想要改变地位 向上流动的机会 再逐渐减少 如果这种状况再这样下去 长期得不到改变的话 对于促进社会阶层子里流动 社会核心稳定 都非常不利 前些日子 人民日报就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 对贫穷世袭问题进行了解析 人民日报这篇文章里深入做了分析 讲了贫穷世袭的问题 就是我刚才说的 为什么会形成世袭呢 那是因为富和群之间 有一个不可逾越的天籤 这个富网络知的愿密 这个贫人很难进入到这个网络当中 所以说从现在这个角度来讲呢 我们社会现在这种共识 出现了有一点破裂的迹象 那么劲在于贫富两个阶层 越来越固化 越来越不流动 但是我们分析 这个穷二代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点 穷二代的产生 和我们社会发生发展过程当中 出现一些问题是密不可分的 你两文章当中说到这个观点很好 就是贫二代的产生 最根本原因是社会建设 没有根深经济发展 经济高速发展了 城市化 有什么GDP飞速增长 但是我们社会公平正义 这方面的一些社会领域的建设 没有完全跟上 本来呢 应该是配置给社会领域的资源 都配置给经济领域了 比方说我们医疗产业化 教育产业化 这些事情过去我们都干过 本来这个领域之间 应该先引进一些社会政策 包括那是群体 但是呢 我们在引进社会政策的同时 把经济政策 直接引到这个社会领域了 完成高端资源配置 加高者得 结果呢 使这群体得不到保护 越得不到保护 他们这些 贫穷的一些基因 就一代一代的往下传 到下一步 没有更好的人呗 起点就输给人家 就这么的贫穷 一边一边传下来 这个人民日报 是讲那种贫穷世纪 就这么回事 人民日报的撰文 揭示了贫富分化的深层原因 红二代的产生 图然有其特殊的原因 但纵观整个贫二代 我们还是可以依据 受教育程度的高低 向其分为两例 没学问的人是贫二代 有学问的人 可能依然是贫二代 知识改变内云 一句曾经多么响亮的口号 一句曾被无数人 奉为真理的话 如今却引来了悲哀的质疑 大家要注意 这个穷二代不都是一类人 我在这里 把穷二代分成两类 一类是没有经受过高等教育的 就我们现在讲 这没念过书 过去说没念过书 只没念过小学什么都没念 现在说没念过书 往往意味着你没受过高等教育 因为高等教育在中国 毛孺学率 现在是百分之三四十了 比起来大的城市 基本都是百分之七的十 所以高等教育成为一种普及教育的时候 我指这个就是 一部分是没受过高等教育的穷二代 一部分是经受了高等教育的穷二代 这两类是不一样的 而且我们社会要避免这个 说是贫二代 不能一辈传一辈 那么也必须解析这两类穷二代的产生原因 我要说第一类 我们说没受过高等教育 说白了 农村孩子都 因为成语的孩子一般来说 但是教育完了之后 哪管上个大队上什么都受过高等教育 农村孩子为什么好都没受过高等教育 咱首先就说教育起点上的不公平 在农村呢 不少的家庭非常贫困 读大学呢要交学费往往交不起 所以农村的贫困使很多孩子失去了教育起点上的一种公平 那么这些孩子我们注意到 他不是就在农村待着务农 咱们有首歌叫《希望的田野上》 什么这个人们的什么家乡在人们的劳作中变样 又是老爷们举杯孩子们欢笑 什么小伙弹琴姑娘歌唱 这么个词 但是你现在到中国农村看看 你看看《希望田野》里唱的这个内容 还能有多少乡村存在 有老人有孩子 你看看中间姑娘小伙干啥呢 有几个在农村待着 呼呼啦啦都出来打工了 那孩子稍大一点 甚至小时候都被爹妈给带到城里边去了 人家说中国这种大面积城市化 农村向城市里转移了商议的人口 那么这个商议的人口转到城市里边去 出现个问题 他想接受高等教育 可是他的户籍不在城里边 那么你无法在城里边高考 这是现在很要命的一个问题 我不妨给大家说一个我们现实的条件 你可能听起来觉得有点残酷 但确实是现实 比方说 你到一个很好的地方待着 比方说一个大酒店很漂亮 条件也好 进里边这个免费的茶水呀 沙发一坐很舒服 那么如果人人都能进这个酒店里边 都只能好都来什么都免费 这酒店就得挤的那简直人山人海的 比方说北京 最好的学院最好的医院都在这里 那么这么好的优质资源 人人都想进来 那都进了以后就会造成人口的爆炸 怎么办呢 那一定得设置一种杠杆和制度 让一部分人进来 一部分人不要进 什么呢 在现在这个阶段 最管用的杠杆就是经济杠杆 就是说 降高者得 这市场经济原则 有钱的人进的都是理了 我有钱呢 我可以购买这种服务 我可以享受的这个东西 还有第二种 就是户籍杠杆 我是户口在这 你户口不在这 你不能来 那么 其实户籍杠杆的这种不公平 要大于经济杠杆的不公平 经济杠杆 降高者得 怎么说还倒比这个户籍杠杆 更具备一种合理性 那么我们看不少城市里 现在限购房限什么 其实是想干嘛 就是害怕这个城市的容量太大了 不管是什么样阶层的人 都到城市里 享受英职资源 那么说到这 有人说 那实在不然在城市待不下去 怎么办 回农村吧 唯有的人说 那你农民 如果要给你他地自由的卖了 那卖了地的钱 都归农民所有了 他们进城里来了 现在其实也存在这个现状 在城里把公的农民工二代 已经不像他爸爸他们似的 把钱寄回到农村 他们自己花还不够的 还能让农村别妈给他们拿钱的 所以在城里 他就成为了地地道道的穷二代 大多层农村进城后宫的人员 他们用自己的汗水在城市 为自己拼得一个生存的空间 为自己的子女拼得一个良好的教育方式 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生活条件并不不易 但依然在城市坚守 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农村皮二代团体 他们的选择是无奈的 在城市中的生活有种种不易 但相对于回到农村 让他们考虑去与留的问题 这个答案在大多数人的心里是一句的 假如农村真像我刚才说的希望田野上 那歌里唱着那么美好 你说这何必 第一个何必离开农村 第二个为什么不愿意回去 因为眼下农村在城市化发展过程当中 其实充当了一个对城市掠夺的对象 城市里掠夺了农村的统地 粮食空气水甚至美女 都跟我的城市掠去 农村现在的状况 跟现在的城市比起来 相对比起来 比如小时候那时候差距要大 有一个最突出的势力 就看出农村不仅在资源上被城里掠夺 其实在资源上也被城里人歧视 在我小的时候上小学 我们班来了一个农村孩子 他父亲调到城里工作来了 那么这孩子我们为了他觉得新奇 这孩子经常说 你们认识什么是麦子吗 认识什么是大豆吗 我们都不认识城里孩子 你到河里摸过鱼吗 到山上抓过蛇吗 我们都不会啊 觉得可幸运了 很崇拜他 这很别小口 现在你再看看小学里来一个农村孩子什么样 这农村孩子跟看天使物是 这些孩子知道什么是变形金刚吗 知道什么是麦长老肯德基吗 他不知道 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教育思想里边 也有一些严重的功利思想 轻视农村带来这种自然主义教育 而正是我们成有的这种书本上的财富教育 所以这一切现象都最终决定了 这些涌入城里的这些农村子弟 他们大多数处在一种平二代的生存状态 所以我说解决这位没受过高等教育平二代的问题 必须先解决一个教育起点的公平 都允许他们在城里来参加高等高考 如果他们在教育的起点上 就把这种不公平 弥补平衡 或者要么采用第二个办法 你现在把中国的农村振兴起来 真正的让农村就地城市化 而不是让大量的人口涌入城市来完成城市化 所以说这些问题我们说 这都是我们现在社会发展过程当中 肚子卖的太快 你卖的太快 有些东西就跟不上 近年来 等多的大学毕业生发现 决定他们作业状况的不再是重继能力 为是家庭背景 失败关系 他用一句网络用语 找工作变成了比天不落 被财富和权势的低低游戏 有一个好爹 可以让他们少奋斗一辈子 曾经某媒体有这样一项调解决 在各地高校的500名受访者中 有70%的人认为 在纽约应聘中 获得多少遭遇过来自家庭状况的压力 65%的英界毕业生表示 担心家庭状况 使自己在求职应聘中处于无力地位 这个现象是怎么回事 我们看 有的大学毕业了 上了学了 就我们说家里也穷类那样的 上了学了 可是他们上学呢 很少的一部分是上了重点大学 部署大学 相当大部分的 穷二代上的大学是省属大学 就随同点大学 那么毕业以后我们也知道 自把99年扩招以后 大学生满半截头是不吃香了 找个工作特别难 往往毕业即失业 那以后没有一个好地位 我也没找到好工作 在城市里逛道逛道来 逛道来逛道去 成了乙族了 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是什么原因 把他们推向了这个地步呢 我不是说一个中点的不公平 就我当时毕业了以后 来到了这个社会上了 教育就完成了 走入一个教育中点的时候了 这时候出现一种不公平 在择业就业的过程当中 由于没有好的人脉资源 我不能够拥有一个正常的岗位 这个突出的表现是什么呢 我们倡导说每个大学生 你自个创业去 可是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大学生 愿意考公务员呢 我问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公务员真的是特美好一个职业吗 倒不见得 关键公务员在于他稳定 他不值得 收入是固定的 有保障 所以考公务员是这么多 是最公平和稳定的一种渴望 他反正出我们这个社会的某种疾病 那么这些人里边就有相当大一部分人 属于平二代 往今来都是 教育是解决公平的一个重要方式 教育也是穷人 获得上升渠道的重要方式 咱们都知道过去 因为奴隶制转上封建社会的时候 有个显著一个特征 一开始的时候 世西 那么开始的时候是世西 可是到了汉代的时候呢 这个情况就改变很大了 汉代一开始还是 卢邦 来往门会当中讲 叫非刘不亡 非公的侯 就是不是姓柳他不能封王 姓柳才能世西 可是后来大家发现这有必定 你世西你这个官 始终是你家的 可是儿子不一定有爹贤明啊 尤其家里条件好 焦成惯养 更晚 所以后来 聪明的中国人发明一种制度 就是世西的只是少部分 而且即使你世西 也是这样 你的下部比上一部要差一档 一般清朝的时候 那种世西网替一直不差的 就那么几个铁帽子王 这铁帽子不改 国家养着你 剩下大多数世西是什么呢 公侯脱子男 李宗华说 贾宝玉 他言言来不许是猴 但往下就搏 再往下就变成男爵了 这是中国的一个村民 第二个村民 发明高考 我说的高考是古代高考 就科举 什么意思呢 科举能够把最贫穷的人 拥有上身通道 而且能在这里选拔人才 他可能比世西那些人才更好 因为他不娇生惯养 苦孩子出身 所以说科举人认为是中国又献给世界的第五大发明 他使下层人有了一种上层同道 那么同样在西方也是如此 到资产经济革命的时候 也认识到这个现象 贵族的孩子必须要经过教育 才能进入到 他的上半人进入那些领域 这就保证了贵族的孩子 好多 他不是国能飞 要不要交成贯养 容易出国能飞 所以教育是改变人命运一个很好的方式 那么过去有句话叫知识改变命运吗 这个也是 可是今天在当今的中国 这句话得打折扣 扩招号的高等教育 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具备含金量了 曾经这条能让平二代脱离古海的汤庄大道 如今已不那么好多 甚至被钱全毒死 高等教育的文凭在现今社会满地都吃 这种扩招号的高等教育 并不能起到平二代上升通道的作用 反而引起了更多的社会问题 我做大学的时候都是免费的 每个人家里可能拿一点吃饭的钱 而是学校可能发菜筋补助 各种各样的补助 但是从九祖年全面扩招以后 我们看教育产业化 学校里收的学费非常贵 造成原来最穷的人家上不起大学 没钱上大学 现在我们教育部有了路线通道这些 也不能完全从根本上解决 穷人上大学的问题 因为你除了免费学费免费杂费 他们有生活费 而且家里头可能非常困难 希望这孩子成为家里劳动力 他有些现实需要 所以说九祖年扩招以后 使相当一部分交起学费 经济困难的学生 失去了上学的机会 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 那时候大学生天之教子 没扩招以前比较稀罕的 就是那么我即使是一个 穷二代我到了学校 毕业以后好几家单位抢我 我也有一个相对美好的前景 可是现在扩招以后 什么都能上大学 还学习不打地也能考大学 大学被严重的稀释了 那个本科文凭已经不值钱了 不少的学校等于你教学费就能上 所以这个时候有权有权人的子弟 想获得一个本科文凭也轻而易举了 那么好都是本科人 在这一下是八千公海各显神童 我爹有能力 我爹怎么在那 我就会获得更多资源 我就会抢先进到社会的上升 所以在这种时候我们会发现 扩招以后的高等教育 在某种程度来讲 已经不能解决 平二代上升通道的问题 反而带来了很多新的社会问题 前不久 一些社会部高的年轻人 在网络上跟他表态 不愿生育秦三代 比如说穷二大的孩子 从一开始就涉及到的七% 注定要在艰难的环境下 增长的生活 面对现状 我们如何努力的去缩小平衡差距 慢慢的完善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呢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 其实大家议论这个平二代 社会高等教育的平二代 毕竟比没社会高等教育要好 社会高等教育的平二代呢 网上有一些比较激烈的讨论也是 我不能给我老公生孩子 我这一月挣多钱 我老公挣多钱 我们的平二代养 批三代 我们养得起吗 批平二代我们就不生孩子 是说一点这个 这说明两个人的生活还过得去 只能够再添一个口儿 受不了了 这样怎么着 我比没受过高等教育的平二代要强 我还记得去年的时候 全社会遇到乙族 说他们在北京最边缘的郊区租房子 住的平房条件很差 我当时就想 为啥大家同情乙族啊 为什么乙族这种可怜的情况被发现呢 那不是因为他们是大学生吗 有人认为大学毕业生该怎么怎么样 可是你要到建筑工地上看那些纯粹的农民工 你看那些建筑工人住的条件 还不如乙族呢 那为什么乙族有人关注呢 还不就是因为他受过高等教育 他具有一定的话语权吗 所以说我们关注这个事情 我认为 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 这些穷二代 我们是在社会高层阶段 去完善各种公平政策 可是没受过高等教育的那些平二代的现状 却需要我们从基础上去完善我们没有做到的社会建设层面 当然了 我们现在的政府呢 也在积极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 来平衡这种贫护察局 来尽可能不让贫二代这种贫穷基因一辈一辈的往下传 我们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家庭出身 身为贫二代 我们与富二代比起来 没有背景 没有关系 难道这就成为我们注定不能成功的唯一考量吗 显然这样的出发点值得商榷 事实上 念度资源的不耕 一二代并没有理由去超视富人 我们更应该做的就是调整心态 提高自私能力 积极定在生活 并且在心中树一份信念 只要耕耘 最后有收获 那作为处在困境当中的贫二代 应该是什么样 我想我们最首先呢 应该有一个平和的心态 这个平和的心态啊 是两个层面意思 有的时候是你的生活不如意 你感到很痛苦 但如果你整天就想着不如意的事 那么你更加难以摆脱痛苦 所以你必须要有个比较好的心态 自己努力上进 抓着生活当中可能出现的一切机会 你不要前一阵有这么个事 有一个歌手啊 他自称是穷二代 他写了一首歌就叫穷二代 然后他带着这首歌呢 到了一个选秀节目 就带着去表演去了 小赛呢 我是那个选秀节目的评委 我听了他当时演唱的 我问他 我说你这是 为什么写这个啊 我就是穷二代 我爸妈妈都农兵工 我说你写这个动静什么 他说一天看那些富二道 我就恨 他们在那炫耀 我说这可能就是你不对 富二代炫耀 由他炫耀去 你看那种炫耀 你很痛苦 说明你很渴望他那种生活 你越渴望他那种生活越达不到 你就越痛苦 为什么不立足你眼前 不眼前的事一点点做好呢 这才是平和的心态 你对人的富二代是羡慕嫉妒恨的 这样的心态不利于你 摆脱眼下的困境 所以我想 对那穷二代身上出现的一些心理的问题 也可能是很多穷二代身上有的 往往这种心情会给你带来仇恨 郁闷 最后甚至抑郁 所以我说眼下处在穷二代环境当中的人 不应该总去想到这些 抓住生命当中